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金纯仔在酒店被发现意外身亡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来自韩国的嘻哈男子组合 1993年均为舞者出身的李贤道和金纯仔一起相投 以杜为名正式出道 杜是个法语 中文意思是两个人 这个组合大胆尝试了黑人嘻哈元素 在90年代尝试嘻哈音乐的韩国乐队少之又少 在某种程度上杜可以算得上是韩国HIPHOP的始组了 他们留下了回头看我在夏天里等快智人口的热情 但是他们在发售第三张专辑后 犹豫和演艺公司的矛盾越来越大 两人最终决定要各奔东西 李贤道转到了幕后 而金纯仔则是先去了LA发展 1995年他收到了一家韩国经纪公司的邀约 决定回韩国发展 1995年11月15日 金纯仔和伴舞们从LA飞到了韩国 四天后的11月19日 他们在韩国电视台首次成功完成了solo舞台 并且为了庆祝solo出道 一星人入住了五星级酒店 欧洲大酒店的高级套房 举办了小行庆公宴 在场的有外国韩国伴舞们 经纪人金纯仔 以及金纯仔的女朋友A某 夜深之后 伴舞们都各自进到了高级套房里的房间里休息 经纪人将洗衣机订好了时间 也回到了房间 客厅里只剩下了金纯仔和女朋友 11月20日早上 经纪人和伴舞们为了准备一大早的行程 6点就起床了 但是奇怪的是 躺在沙方上的金纯仔 却怎么都叫不行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了异样 此刻的金纯仔 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他的右手臂上 赫然有着28个针孔痕迹 报警之后 警方来到了现场进行勘察 并且初步推测 他的死因是 过度服用药物导致的自杀 自杀 经纪人证实 金纯仔平日里面烟酒不沾 更别说是使用违禁药品了 而且昨天刚刚圆满结束了solo舞台的人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关头自杀呢 他的家人们也不承认这个说法 金纯仔的妈妈说 儿子在死前还给自己发过短信 说 妈妈 这次活动大告成功 明天我就回家 行李收拾好 凌晨回去 好想吃妈妈做的饭和泡菜啊 怎么想也不可能他会自杀的呀 金纯仔被发现在酒店死亡的后一天 11月21日 韩国国立科学搜查院发布了结果 表示金纯仔死于青壮年猝死综合症 但是所谓的青壮年猝死综合症 有可能是血液 心脏发生急性病变 也有可能是大脑的问题 死因并不明确 作为国家科学搜查机关 在死亡时间不满48小时的时间里 就急忙公布如此模糊不明的死亡原因 十分令人不解 更别说解释手臂上28个针孔的来龙去脉了 留下了许多的疑问点 案件搜查就这样结束了 家人们也只能够接受这样的警方的调查结果 金纯仔举办了葬礼 尸体进行了火葬 许多同僚和粉丝 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悲痛万分 就在所有的人都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一个研究员的出现 让整个案件打开了新的局面 他是在韩国国立科学搜查院 负责麻醉药品的工作人员 也参与了金纯仔的案件调查 在大家逐渐接受了猝死的时候 只有他对针孔的疑点一直放在心上 多次给血液内容进行了检测 但是与他的预期不同 血液当中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麻药 甚至感冒药这种简单的药物成分都没有检测到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将药物的范围进行扩大 再次进行比对 最终检测出来的结果非常的惊人 金纯仔的血液里面 检测到的是动物的麻醉剂 事件发生两周后的12月5日 韩国国立科学搜查院再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表 公开表示 金纯仔的血液当中检测出来了两种成分 T来他名 以及佐拉西盘 这两种药物都是用于动物的麻醉药品 问谁看都觉得他杀的可能性更大 案件开始了重新的调查 但是由于之前 以非他杀的事故死亡定论结果一次案了 许多证据都没能够保留下来 金纯仔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葬 而酒店房的监控摄像也都没有留下当天的记录 12月7日 警方驳回了当天同在酒店的半五门经纪人 女朋友A某的出国申请 对他们扣押搜索 两天之后 主要媒体人们都报道了女朋友A某 被紧急拘留的新闻 这两天内 警方究竟是搜出了什么决定性的证据 拘捕了A某呢 原来 某家动物医院的院长声称 这精神仔的女朋友在事发后来找过自己 大约在一个多月之前 A某第一次来到了这家医院 说自己的小狗已经衰老患病 命不久矣 自己想要亲自给小狗进行安乐死 为此来购买麻醉安乐死的药物 院长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但是奇怪的是 最近A某又再次找到了自己 这一次 A某声称自己就是精神仔的女朋友 调查结果里面的药物 恰好和自己之前购买的药物是一样的 自己有可能会受到疑心 所以拜托医院院长对这件事情进行隐瞒 院长一听更加觉得奇怪了 他就马上和警方报警了 警方觉得这是A某试图进行证据的泯灭 马上锁定了A某的嫌疑 当天就进行了拘捕 25岁的A某是医科大学牙医专业 即将毕业的一个大学生 案发当天他也一起在酒店里面 经纪人在1点的时候 给洗衣机设定好了运作模式后 便进入了房间 最后留在了客厅里面 就只有A某和精神仔 但A某声称 自己看精神仔睡着之后 也因为困意在沙发上睡着了 直到凌晨3点醒来后 就直接离开了酒店 A某声自己离开酒店的时间 大概是3点40分 而当时精神仔还在睡觉 自己肉眼也没有看到任何针孔 或者是流血的痕迹 但是根据法医们的检测结果 精神仔的死亡推测时间 应该是在1点到2点50分左右 因此 当时在酒店里面的所有人 都是嫌疑人 但是作为在场 唯一拥有相关医学知识 并且持有作案工具的A某 无疑是有着最大嫌疑的 当然 精神仔自杀 或者是自己注射药物的可能性 也不能够完全被排除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疑点 第一 精神仔的针孔 全部都出现在了右手手臂上 作为一个惯用右手的人 如果是自己注射的话 为何非要使用不好控制的左手 进行了足足28次的注射呢 第二 据周边人的说法 精神仔非常讨厌打针 而且他对自己正要进行的 歌手回归活动非常期待 作为一个经常在舞台上 穿露手臂服装的歌手 就算是自己注射 也应该会选择更为隐蔽的部位进行注射 而并不是太容易暴露在大众面前的手臂啊 而A某在被捕之后 承认了自己在那家动物医院里 的确是购买了一瓶作拉提和一瓶硫酸酶 也就是替莱塔明和作拉西盘的复合剂 还有两个注射器 但是他否认了是自己用药物杀害了精神仔 说自己购买药物 其实也不是为了给小狗安乐死 而是想要自杀 自杀 家庭殷实前途光明 有一个相爱的艺人男友 他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想法呢 据A某的说法 他在当年的医生资格考试当中落榜了 非常绝望而有了自杀的想法 但是购买了药物之后 他又改变了想法 把药物丢弃在垃圾桶底 但是A某的这个说法 有两个明显的矛盾点 第一 医生资格考试是在当年的1月份 A某买药品的时间 却是在上一年的10月份 第二 作为医学生的A某 在学校的实验室里面 就能够获取自杀的药物 他为何非要在动物医院里面 去购买动物用的药物呢 因为A某在所有调查当中 都否认了自己的嫌疑 警方在没有直接物证的情况之下 决定调查A某是否存在着杀人动机 周围人说 精神仔和A某是约定了结婚的关系的了 但精神仔的人气越来越高了 A某就感受到了极度的不安和忌妒 希望精神仔结束自己一人的生涯 经纪人的正言称 自己曾经亲眼目睹 A某用瓦斯防身枪对着精神仔 说你应该去死 但是A某称 这把瓦斯防身枪就是精神仔给自己的 两个人当时是在开玩笑 还有一次 A某曾经在演唱会中途 冲入了舞台大海 精神仔是我的 可以看得出来 A某对精神仔抱着极大的战友欲 也已经表现出来了对此的冲动和情绪不稳定 比起伴舞们和经纪人 他也更不希望精神仔的solo活动大获成功 若是精神仔对他提出了分手 他会不会被刺激到产生了杀人的冲动呢 但是这些都只是间接性的证据 1996年6月5日 公检方将A某作为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第一次的庭审 检方一共提出了三个证据 第一 被告人试图泯灭购买过药物的证据 第二 在被害人的死亡推测时间里 被告人是和被害人在一起的 第三 被害人的执拗性格 有可能成为杀人动机 第一次庭审的判决 A某被判有罪 无期徒刑 A某不服 马上上诉到了更高法院 进行了第二次庭审 而这第二次庭审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在第二次庭审里 A某的律师对药物的致死性 提出了疑问 前面我们提到过 A某购买了一瓶作拉提和一瓶硫酸酶 已知硫酸酶对人体有害 但是不能致死 所以重点要讨论的是 作拉提的致死可能性 A某的律师称 用相同剂量的作拉提 在10千克小狗的身上 注射做了实验 小狗在几个小时之后 非但没有死亡 还醒了过来 律师就以此为证据 认为在10千克的小狗身上 都没有产生致死作用的药物 更加不可能 对75千克的成年男性 产生致死的作用 同时 A某的律师声称 第二个死亡推测时间的证据 也不确切 在这里 经纪人当时设下的洗衣机烘干机 成为了间接证据 经纪人称 自己是在1点设置的烘干功能 需要的时间是130分钟 但是自己第二天6点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烘干机依然还在运作 本应该是3点10分停下来的烘干机 为什么6点钟了还在运作呢 可那时中途 有谁又设置了一次烘干机 因为烘干机6点还在运作 那6点再倒退回130分钟 所以这烘干机极有可能是在3点50分左右开始 重新启动了 A某的律师表示 A某已经在3点40分的时候离开了酒店 那么3点50分设置烘干机的人 肯定不是A某 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面 另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第三者在这个现场 而那个人很有可能是真正的犯人 但是A某的律师提出的两个反驳 真的就能够证明A某就是真的无罪的吗 首先 一瓶作拉提的致死问题 在这里 A某的律师分明是耍了小心思的 他将硫酸酶和作拉提两种药品的有害性分开讨论 排除了一种之后 又排除了另外一种药物 最后才得出A某购买的药物 不足以杀死金蠢仔的证据 但是 如果是将两种药物混合呢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设想 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将作拉提和硫酸酶 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了混合 用两个注射器轮番注射在了金蠢仔的手臂上 才导致两个化学药品之间发生了某种混合反应 导致了金蠢仔的死亡呢 而且 用于动物的药物 并不一定会很好地注射进人类的体内 所以 需要少量多次的进行药物注射 才不会堵塞在血管里面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何金蠢仔的手臂上面 会有28个注射针口 而在案发现场 唯一一个会有这样医学知识的人 只有金蠢仔的女朋友 A某 不在场证明的证据就更加薄弱了 在酒店房没有保有监控摄像头的情况之下 A某口述了3点40分离开酒店的事实 谁也不能够证明 同时 烘干的时间是130分钟 但若是凶手在第一次烘干结束的时间点 也就是3点10分 就重复了洗衣烘干的一整套过程 也能够产生6点烘干机依然在运作的效果 用洗衣机的时间来证明不在场的证据 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了 但令人诧异的是 第二次庭审 竟然承认了A某律师提出的两个证据 结果 在1996年11月5日的二审当中 法庭承认了死者的死亡时间并不明确 杀人动机不明确 按试验结果来说 做拉体无法成为杀人工具 最后 那10分钟内 有可能有第三者进入这里 对精神仔进行了杀害行为 所以二审的结果是 由于证据不足 A某被宣告无罪释放 结果一出 社会各界关心这个案件的人士 都纷纷表示了 对这个判决结果的无语和愤怒 认为是有钱有势的A某家人 在背后对法庭施加了压力 使了手脚 才会出现和第一次庭审截然不同的结果 而实际上 从第二次庭审开始 公警方的检察官人选也的确发生了变动 一般情况之下 检察官是不会轻易进行更换的 因为更换检察官就意味着第一位检察官 对案件的调查分析都要全部的被推翻 重新进行新一轮的调查 所以除非检察官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后续的庭审也会继续让原检察官来负责 但是检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换检察官的原因 第二位负责的检察官在法庭上也过于轻易地 承认对方律师的证据 让大众怀疑检察官是不是被收买了 在第三次庭审当中 A某依然获得了无罪判决 最终由于A某的无罪认证 和没有新的犯罪嫌疑人的出现 精神在死亡案件的调查也落下了帷幕 成为了当代最扑朔迷离的未解死亡事件之一 而在25年过去了的今天 根据媒体报道 A某已经结婚嫁人 组建了新的家庭 并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 开了一家牙科医院 仿佛过去的案件已经翻篇 事件阴影也不再残留 但是依然还有非常多的人 在关注着25年前的这起案件 其中就包括非常多的犯罪心理学家 以及韩国SBS电视台的栏目组 想知道那个 2020年 该栏目组表示 要播出25年前精神载案件的相关调查内容 那就在节目播出之前 A某向法院申请了禁止该节目的播出 节目最终没有顺利播出 就连在YouTube频道上发布相关内容的博主们 也声称收到了来自A某的威胁性 表示如果继续传播虚伪事实 将会把他们告上法庭 这桩20世纪最扑朔迷离的 艺人突发死亡事件 留下了太多的疑点 除了女朋友A某的杀害论 还有精神载吸毒自杀论 经纪人阴谋论等等 25年间 众说纷纭 不久之前 因为Do的歌曲 在夏天里重新在韩国 掀死了热潮 精神载的事件 也再次被提起 许多人都表示 希望对这次案件 进行再次调查 而想知道 那个节目组也表示 他们并没有放弃 这期节目的报道 而是一直在暗地里调查 进行证据的补充 现在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总有一天 在适合的时机之下 一定会让节目成功播出的 在最美好的青春里 带着最炙热的音乐 在众人面前 闪闪发光的精神载 在死后的25年里 她的死亡 依然蒙着迷云 深爱她的家人 朋友 粉丝们 依然承受着无比的悲痛 不管她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希望案件的真相 能够早点被揭晓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这起事件的发展 那么你对这起事件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留言讨论 最后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明镜关注